- 中京走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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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包伯 - 子文 - 我們這次要介紹以賴戶內海為中心的西日本五日遊 - 帶大家去看看有哪些絕美的景點吧 - 那我們旅途的第一站到了哪裡呢 - 我們來到了北九州市 - 我們現在在小昌車站附近喔 - 那小昌車站也是北九州市 - 就是最大的一個車站 - 所以這附近的生活環境啊 - 機能都非常的好 - 這家喜樂樂麵包今天在當地非常有名 - 很多人都會從外縣市過來買喔 - 在我後面的小昌城是被譽為最可愛的城堡喔 - 在我後面的蛋糕市場又被稱為北九州的出發 - 我們中餐就來吃這家大學堂 - 這邊的點餐方式非常的有趣 - 它會給你一個味噌湯跟一碗白飯 - 然後就拿味噌湯跟白飯的在這個商店街去 - 擺自己想要的東西的食材直接夾到飯上 - 我們現在回到車場啦 - 我們從剛剛的小昌大概坐車15分鐘呢 - 我們現在到了門司港站 - 等一下會有導遊幫我們導覽這個門司港的周章 - 這個就門司的山頂俱樂部也是這邊的重要文化茶餐 - 這個地方也是愛因斯坦當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的演講的第一站 - 這個港口因為台港通商的原因 - 所以就整個城市的感覺就是蠻西化很多歐風的建築 - 現在上課前往下一站 -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什麼地方啊 - 也是連接福岡跟山口線的海底隧道人行道的入口 - 通過這個海底隧道就可以到下關喔 - 大家知道嗎 - 這是世界能夠唯一讓人行走的海底隧道耶 - 這裡通知也就是從九州到五州的分店線 - 那我們現在已經回到地面了 - 我們現在來到了火之山公園的山頂 - 要來看夕陽 - 除了風景很美之外 - 我要介紹一下這邊的地理位置喔 - 所以我這個方位呢 - 是賴戶內海 - 然後再過去四國 - 然後我現在手指 - 這裡面的方位呢 - 是韓國 - 看完美美的夕陽之後呢 - 我們接下來就去下一站囉 - 現在來到蝦爾塔的飯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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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吃晚餐啦 - 吃晚餐啦 - 口鮮的特產的掃把 - 在瓦片上面煎 - 那我們現在回到飯店 - 要泡溫泉啦 - 大家坐下來囉 - 掰掰 - 一早起來要去哪裡呢 - 這個元氣飽滿的早餐吧 - 我們現在來到海邊的糖霧魚市場 - 這邊呢就被稱為關門的廚房 - 然後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直接跟魚夫買魚喔 - 像這種大小的魚市場啊 - 在東京還真是蠻少見的耶 - 早餐我們來吃新鮮的四場食堂 - 我點的這個是啊 - 炸河豚啊 - 還有河豚生魚片的定食喔 - 我們現在離開糖霧市場去下一個地方囉 - 那我們現在在車站要離開下關囉 - 接下來要去搭火車 - 這就是我們要搭的觀光列車 - 我們今天這個車要從新下關注到哪一站呢 - 走到特牛站日記 - 這車行走時間是一個小時 - 大家如果到日本的鄉下地區旅行的話 - 非常建議可以像我們這樣搭觀光列車 - 然後就可以一邊旅行一邊欣賞沿途的風景 - 我們觀光列車大概搭了一個小時 - 終於下車囉 - 現在直達了特牛 -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就是知名的角島大橋了 - 這個角島大橋呢 - 是連接日本的本島跟我後方的角島 - 我們來到了位在海角的神社 - 圓、奶、魚、神社 - 那這個神社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那個綿延超過100公尺的123座鳥居 - 那我們要離開這個神社去下一個地方 - 我們現在到了Senza Kitchen - 這邊總共有三、四棟建築物 - 都有各種不同的餐廳 - 我們中午吃了這家裡的大麻利 - 那我們吃完中餐囉 - 好 接下來有搭一個半小時的車 - 前去下一個地方 - 我們現在到了金河野車站 - 然後這也是我們今天要住的地方 - 我們現在到這邊是哪裡的 - 我們接下來要去看一下其他人的房間 - 找什麼樣子 - 我們剛剛說的這一家可以住10個人 - 現在導遊姐只要花一個小時 - 帶我們導覽 - 這樣的城市就是菜式非常小 - 而且好山好水的 - 而且他們這邊的特色就是 - 從以前建立的城下庭之後 - 他們就把原本的風貌都完整的保存下來 - 這邊也認定成為日本一城 - 我現在所在的這一邊就是凡校 - 也就是給武士讀書的學校喔 - 這邊每年有三大祭典 - 然後入伍就是其中一個 - 那在每年7月的時候舉行 - 我們今天的晚餐要來吃 - 義大利餐廳Artegiano - 那我們吃飽飯囉 - 回房間開箱房間給大家看 - 歡迎光臨 - 你看看這民宿具有這麼大的一個庭園 - 剛剛的民宿開箱大家還滿意嗎 - 我們真的要去洗澡休息囉 - 大家晚安 - 晚安 - 我們旅途進到了第三天 - 先去吃早餐填飽肚子 - 我們今天吃早的地方是一個旅館 - 叫做明月 - 我們接下來要體驗什麼樣的行程呢 - 要去做盒子 - 我們接下來要體驗什麼樣的行程呢 - 要去做盒子 - 我們現在來到了益南町的神文村 - 來吃中餐吧 - 今天的餐點都是用當地野菜所製成的 - 感覺應該非常新鮮 - 是吧 - 接下來我們要去雪場環選 - 我們現在抵達的雪場 - 看到這邊的工作人員 - 還會幫我們到來說明一下 - 來體驗雪鳌的快感吧 這個晴隱雪場這裡是一個初心得非常友善的地方 所以即使你是不會滑雪 或者是你第一次想要體驗滑雪的人 來這邊非常的適合 那我們稍微看一看雪場 然後玩完雪橇 接下來就下個地方囉 好囉 我們下車 接下來要進我們下山的飯店了 我們今天所下山的城市是松江市 那我們現在安頓好囉 接下來要去吃晚餐啦 我們今天剛好就在松江城的旁邊吃晚餐 這家店的歷史也是蠻悠久的 然後很特別的是 他在昭和28年的時候 最早其實是一個賣手錶的地方 然後在昭和44年的時候 他竟然改賣現在的Shabu Shabu的料理 那我們現在吃飽囉 要坐計程車回去囉 吃飽飯呢 時間有點早 我們就在松江市市區走一走吧 還有看起來很酷的文青咖啡店 那我們就這樣夜遊玩松江市 有期待明天更多星期才到來啦 早上啦 那我們第一件事 要做什麼重要的事情 吃早餐囉 那我們接下來要啟程囉 對他在松江市散步 我們散步的第一站是哪裡呢 我們來到了國寶松江城 這邊是松江城旁邊的松江神社 這裡就是松江城的天守閣了 松江城會不會指定國寶一個關鍵 就是這個祈禱牌 那因為它上面呢 有寫上建立時候的年份 所以呢就確立了松江城四百年歷史 松江城除了城池本身以外 還有擺了很多歷史文物給人家參觀 我們看完城牆 現在要走囉 那我們在參觀完松江市之後 要離開之前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個 對外國觀光客非常友善的 松江到廣島的高速巴士 一張票價的特色呢 就可以用OneCoin 就是一枚硬幣500塊日幣 乘坐從廣島到松江的高速巴士 那以一般日本來講的話 一張票要3900塊日幣 所以價錢差很多喔 外國的觀光客啊 只要出示護照就可以買了喔 那因為它沒有開放 事前預約的關係 你必須要前一天 去購買你想要的班次 那購買的方式也很方便喔 只要在廣島跟松江的車站 就可以買到了 我們現在來到明明安 要來泡茶 明明安同時也是 島根縣指定的有型文化財 我們現在要進去體驗茶康的文化 那我們體驗完了 然後接下來要去下一個地方啦 我們現在要來吃季節限定 只有1月到3月螃蟹季才有的中餐 看你小屋 螃蟹小屋 這邊啦 它是屬於螃蟹的barbecue 那我們吃飽中餐啦 接下來去下一個站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是 九丈澳處理交流館 它是唯一一個平面的休息站 還有釀酒咧 休息過後 繼續出發 我們的車子開到一個階段 我們現在到了廣島囉 接下來就在 Mioshi Winery 再休息一下吧 它這邊的紅白酒都有提供免費的事 不會喝酒的也給了葡萄子喔 我們完成check-in了 然後現在要去放行 然後去吃飯 今天晚上的餐廳啊 我們走路就可以抵達了 那我們吃飽飯之後呢 就要在城市的周遭晃晃啦 我們從圓庭啊 走到Rose Road 趕快叫街上面 就是很多很有氣氛的小店喔 那我們走回飯店囉 接下來幫大家開箱飯店啦 歡迎光臨 以上就是西日本五日游的第四天啦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囉 大家早安 早安 最後一天我們來去吃早餐吧 前兩天的天氣啊 並不是很好 但是今天呢 就是早上要抽根大太陽 真的太棒了 福山市呢 大概開車約二十分鐘 我們就到了 泡沫的烏拉 一倒起來啊 但是這種海港散步 真的讓人家感覺好舒服啊 丙之浦這個地方呢 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 因為它會在賴戶內海的中心 所以是重要的海港 我們現在要進去參觀對潮樓 那對潮樓的地方 總共有三百年的歷史 是以景色出名 所以也被稱為日東第一行程 大家知道這個房子誰設計的嗎 是宮崎駿耶 那宮崎駿先生呢 都在這家店喝茶喔 我後面這個燈塔 是江湖時代都建口的燈塔 這邊很重要的景點之一 我們逛的差不多了 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要搭船前往仙綴島 我們現在到了仙綴島囉 就讓我們在這座島上 探舔一下吧 仙綴島這個特殊的地形啊 是因為六千年前火山爆發所形成的 在這裡啊 五天的每一天的行程 基本上都有讓我驚豔的地方 雖然這麼小小的一個島啊 也有很多的故事喔 那我們稍微逛逛這個島之後呢 現在要搭船回去吃中餐囉 我們中餐來吃田園屋 天用餐的餐廳啊 非常的food 又有一種在阿嬤家吃飯 我們中午吃的就是老闆自家製的日式牛肉灰飯 那吃飽飯之後呢 我們要去搭車囉 那我們現在要逐漸往鋼山機場的方向走 然後結束類似遊區的行程 喔 看到機場囉 哇 這五天的行程 說慢不慢 說快也不快呢 那是我覺得蠻豐富的啦 因為最近西日本這幾個地方 我們都是第一次來體驗 然後我覺得 非常的新奇 然後也很深度的感覺 對 所以很建議大家自駕遊的時候 可以過來看看 你自己開一隻車 然後繞著西部這幾個縣市這樣跑 好玩 以上就是以賴戶內海為中心的西日本 不是有啊 我是寶我 我是寶我 大家下午再見 掰掰